来 富贵啊 来 过来喝鸡汤 来 坐下 喝鸡汤 又 又是喝 喝鸡汤啊 富贵啊 这鸡汤补身体 忍耐一点 一定要喝完的 我 我不 不 不 别耍性子了 来 娘为你喝 来 我行你 你不 不 讨厌 萍萍 把你擦干净 你先回房睡吧 你是要陪姐姐干活吗 俺真乖 起来了 你们以为自己是大少爷 大小姐啊 快点给我起来 洗衣服去 我供你们吃 供你们住 还要伺候你们呢 起来 你给我起来 起来 你们俩真是的 会吃会睡的 当我谁养猪啊 怎么了 你给我尿床 我叫你尿床 叫你尿床 我让你尿床 你这死鸭汤 不要打我弟弟啊 我让你尿床 让你尿床 你这死鸭汤 不要打我弟弟啊 好啊 看来你挺会心疼你弟弟的 要我不打他 行 那我打你 打你 我打你 我打你 给我跪下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当我们孙家的童样媳 你们以后的日子就别想好过了 我让你尿床 我让你尿床 你这死鸭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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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你被欺负 姐姐好难过哦 我们离开这里好吗 快点 快 我们爬墙溜走 快呀 快爬呀 男孩子要勇敢 姐姐在底下会扶着你的 不要怕 快 慢慢爬 快 小心点啊 再爬 快点 姐姐扶着你没事的 快点 向上爬 快点 快点 什么事呀 你像我 的事同学 你厉害吗 扶着你 我赶紧 你这么多 你坐在这里 你被你们说 我把孩子呼气 放开我 你这个死老头 放开我了 你这孩子 怎么了 妈 这事怎么了 怎么了 老夫人 您来得正好 您看您家的宝贝孙子 把我家的小豆子 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小豆子 怎么被打成这样 家辉 你又欺负人了 奶奶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乱打人吗 我才没乱打人呢 是他自己逃打 你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说话的 难道是我们家的小豆子 活该被揍吗 那你让我揍你试试看 你敢 我奶奶在这儿 我就不信你敢揍我 你 我就说吧 你不敢揍我 对不对 你 对不对 你 我就说嘛 你果然是个胆小鬼 胆小鬼 家辉 奶奶 是他们欺负我 你得给我讨个公道 胡说 胡说 你少骗我 你这孩子太不像话了 去 跟赵伯伯和小豆子道歉 快去 老子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 老子 你给我跪下 奶奶 跪下 跪下 我才不跪下呢 你们都欺负我 我去找我爹去 小少爷 阿王 快去去小少爷 是 这孩子真是让人头疼 对不起啊老赵 都怪我平常太宠他了 所以他才会无法无天 老夫人啊 恕我直言 你家家辉再这样灌下去 迟早有一天会出事的 对对对 你说得对我会注意的 副管家 带老赵和小豆子去趟账房 看看需要多少医药费 一毛钱也不能少 另外给小豆子包个红包 知道吗 老夫人 我不是来您家要钱的 我知道我知道 这只是代表我们的歉意 麻烦你 就跟副管家去一趟吧 赵先生这边请 走 同样是弘家的子孙 为什么平平就这么乖巧董事 嘉辉却这么顽劣呢 佩珊他们母子 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了 朕该去看看他们 这位小哥 请问这家人家怎么了 房子为什么被封了 苗记的将吃死人了 不止这宅子 就连他们整个将园子 都给封了 谢谢你啊 小赵 去苗记将园 好 怎么也被封了呢 老夫人 您身体不好 千万别受刺激啊 不行 快回去 我要问个清楚 老夫 老夫人 老夫人 什么事这么急啊 我问你 我让副管家 拨给苗记将园的那笔钱 他来支领了吗 副管家 不是吧 我 副管家最近没有支付过什么大钱呀 这笔钱是在这儿 没有错 老夫人 是孤叶支走两千大羊给苗记的 您看 账在这儿 王凯成 怎么又是他 老夫人 钱既然是给二小姐的 那谁支走不都一样吗 要是都一样 苗记会被查封吗 这 一定是王凯成搞得鬼 他真是做得太绝了 想一手遮天 瞒天过海 好啊 这个副管家也真是糊涂 亏我平时这么信任他 居然跟王凯成串通 他实在太过分了 好啊 夫人 您找我 副管家 你到我们洪家多少年了 再有一年 就满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了 不容易啊 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 才刚成亲 现在呀 都做人爷爷了 是吧 是 夫人 最近家里怎么样 有没有缺少什么 或者有什么困难 谢谢夫人关心 家里一切都好 既然一切都好 为什么要骗我 不敢 不敢啊夫人 我不敢 我让你拿钱给佩山 你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那笔钱 会让王凯成织去了呢 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 不 不敢 不敢呢夫人 我不敢啊 你跪下是什么意思 你认错了 不 不是的 为什么 我那么信任你 你为什么这么做 王凯成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竟连你二十多年来 对洪家的忠诚也可以收买 不 夫人 我没拿过姑爷一分钱 您要相信我夫人 那你是为什么 姑爷 她用我孙子和我姥姥的命 定来要挟我 要我不要插手苗记的事 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只能听她的呀 我 自己怎么苦 我都能忍 可是我 我孙子和我姥姥 他们是无辜的呀 夫人 起来 你 你起来吧 王凯成 你真是欺人太甚 你目中无人 什么卑鄙的事情 都能做得出来 你看我今天饶不了你 夫人 不行啊 什么不行啊 事到如今 你还护着她 不是啊 我是怕她加害于您啊 现在洪家我在当家 我怕什么 夫人 姑爷这个人心狠手辣 不能与一般的人相提并论呢 如果您把她逼急了 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 她敢 我倒要看看她有多厉害 是不是连我这小老命 她也敢要 不 对您她不敢 但她可以对大小姐下手啊 您暂时要忍一忍 夫人 对付姑爷这种人 我们必须用一种万全之策呀 您要忍耐 要忍耐啊 好 我继续忍 我 可是你要尽快 查出佩山他们一家的下落 是 夫人 您的吩咐我一定拜托 我这就去 王开城 安安不可以坐在路上的 来 快起来 你 我现在好想你哦 安安姐姐背着你 娘 我现在好想你 娘 娘 老天爷爷 谢谢您给我们地方睡 而且还给我们没有破洞的屋顶 谢谢您了 平平给您磕头了 娘 娘 你怎么了 我忽然想起佩山他们母子了 佩 佩山 佩山他们怎么了 啊 朕刚下狱了 佩山和孩子们的日子 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家里没个男人 吃饭的时候 肯定比我们还要冷静 娘 不会的 佩山她和孩子们在一起 他们不会冷静的 对了 佩山那个女儿叫平平吧 她既可爱又懂事 真惹人疼啊 凯程啊 明天你陪我去看看他们好吗 怎么了 没事 没什么 我 我这两天事忙 你忙是吧 既然你忙 我就不为难你了 我叫福管家陪我去 娘 还是算了吧 福管家最近也忙 老是找不着人 反正啊 我已经找账房 之前给佩山他们送去了 我看苗纪的危机也应该解决了 是啊 娘 福管家只要一出马 什么事都能办好的 佩山跟苗纪肯定会没事的 再说了 我不一直在帮着他们吗 你就别操这份心了 凯程啊 幸好咱们红纪有你 要不然我年纪大了 佩琪还在病着 太多的事情我真是忙不过来啊 娘 我是红家的女婿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家宝不在了 将来 红家就是你的了 迟早 我会交棒给你的 娘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和佩琪不能没有您的 我们要好好待您 让您长命百岁 让您 好好好 有你这么孝顺 我真是太放心了 娘 吃饭 好 昨天什么东西都没吃 阿姨一定饿坏了 这笔饭给你吧 谢谢 谢谢大娘 平平平祝您大富大贵 朝鸣百岁 乖 乖 哪里吧 小妹妹 小妹妹 乖 小妹妹不哭啊 这个粽子给你吃 谢谢大娘 谢谢您了 真乖 来 我们不哭啊 来 起来 吃粽子了 吃粽子了 你跑哪儿去了 孩子怎么了 大娘可不 弟弟不见了 你弟弟不见了 别急啊 大娘陪你一块去找 好 小心 你们下午天天 你在哪儿啊 你在哪儿啊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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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 别动啊 别动啊 夫人 请用茶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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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到二小姐下楼了 怎么样 佩山人在哪儿啊 二小姐的情况 情况不好 她怎么样 你快说 二小姐她 她坐牢了 坐牢 她怎么会坐牢了呢 说 事情是这样的 二小姐被一家诊所 性证的医师收留了 可是 他们说她恩将仇报 反而下毒害人 所以二小姐就坐牢了 不 不可能的 是啊 我从小就看着佩山长大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 她不会做这种事 绝对不会 是啊 我也觉得二小姐 她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来 夫人 您想 二小姐会不会遭人陷害 一定的 这无凭无据 咱们也不能乱说呀 朕刚眼下还在牢里 现在连佩山也坐牢了 那两个孩子呢 平平安安呢 他们人呢 二小姐坐牢以后 孩子被郑家人赶了出去 现在下落不明 佩山 佩山 娘 坐下 娘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您怎么来了 是府管家帮我查到的 佩山 你怎么会扯进下毒的事呢 我没有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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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当然相信你 你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还你清白 让你尽早出狱 谢谢娘 你是我女儿 还说这些干什么 佩山 我都怪娘 娘知道 自从你六岁进了我们洪家的门 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你一来顺手 你默默地干活 可是你从来就没有一句怨言 娘知道 你的眼泪都往自己的肚子里吞 佩山 娘知道错了 娘为过去的所作所为 跟你道歉 娘对不起你 洪家对不起你 你是我们洪家的好娘 你是我们洪家的好媳妇 你们就先在我家住下 等找着了你娘 你们再离开吧 大娘 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啊 我一见你就投缘 怎么 妈 你不喜欢大娘 喜欢呀 平平安安都好喜欢大娘 大娘还给我们东西吃 又给我们地方住 诶 平平 你喜欢大娘 就直接喊我娘吧 为什么 因为啊 大娘和娘 喊起来都差不多 听起来也差不多 以后你就不用再多叫一个字了 好吗 大娘 不可以的 我娘叫洪佩山 我爹叫洪正刚 除了他们以外 不可以乱喊别人爹娘的 平平安安 太好了 你们去哪里了 找了你们好几天了 宇正 你们都好吧 好 乖 义仗 大娘对我们很好 还给我们东西吃 还帮我一起找安安呢 你点小意思 你收下吧 这使不得心的 收下吧 这真的不用 不可以 平平安安 我们走吧 谢谢大娘 拼命祝您大福大贵 长命百岁 平平 大娘谢谢你的祝福 那你也要多保重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大娘再见 再见 安安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先生 来 不可以 平平 没关系的 这些呢 本来就是给你们吃的 你们吃吧 来 吃 来 平平 快吃 好吃吗 安安不可以 要先把手洗干净 阿姨 平平 她不是阿姨 她是姨丈 给你们请的佣人 有什么事情啊 吩咐她去做就好了 知道吗 可是 你看安安多开心啊 陪她去玩吧 姨丈 你怎么知道 我弟弟喜欢玩钢琴 当然了 只要姨丈想知道的事情 就一定会查得出来 只要姨丈想要的 就一定能得到 明白吗 哇 姨丈你好厉害啊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 找到我娘呢 当然可以 姨丈帮你找 哇 姨丈你好棒啊 谢谢你 谢谢你 黄培山 黄培山 有人来保护你了 快点出来 快点 快出来 快出来 黄培山 有人来保护你了 快点出来 你来做什么 我听说你入狱 我心里很着急 我想尽办法 终于把你救出来了 走 我们回家 你不是挺希望 看到我落难的吗 佹山 你怎么这么说 我知道你入狱了 我心里比谁都着急 要不我怎么会救你出来呢 这么说来 我真应该谢谢你了 谢谢 谢谢 我为你付出所做的一切 只为了你一声谢谢吗 那你为的是什么 难道 你还对我不死心吗 死心 我对你永远不会死心的 我想关心你 照顾你 爱护你 我只希望你过得幸福 我们俩能在一起 够了王海誠 别再跟我说这些花言巧语 听你说这些 是一种吃的 是 好 你走 除非你不想见孩子 如果你想见平平安安的话 就不要走 跟我回家 平平安安 娘 娘 您好想给您 我 终于见到您了 平平 快告诉娘 他们要你做童养席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跟爹地逃出来了 后来就碰上了仪仗 娘就放心了 平平 安安 娘不在这段时间里 你们都还好吗 有没有吃饱 有没有穿暖 一张给我们买了好多新衣服 还给我们好多好吃的 还有 她还给安安买了一架小钢琴 跟我们家那个一模一样 只是比较新 你 佩山 这屋子 是我特意为你跟孩子准备的 你就安心住下来吧 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的孩子 我欠你的人情将来会还的 平平安安 我们走吧 娘 我们在这儿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走啊 这儿不是我们家 我们不能留下 可是娘 我们已经没有家了呀 佩山 这屋子虽然不大 可是他们需要的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和孩子们留下来 也算是我对你们母子的一番好意 你应该了解我 就算这里是金窝银窝 我也不会接受 你 都什么情况了 你还坚持什么 苗姬已经被查封了 你一个弱女子 要带着孩子去什么地方 去哪儿都行 天下之大 总有我们母子三人容身的地方 要是真有容身的地方 你们怎么会流落街头 让安安病得昏迷不醒呢 你怎么知道 你派人跟踪我们 不 我没有跟踪你们 我是在关心着你 此处打听你们的下落 佩山 如果你真为孩子们着想 就听我的话 留下来吧 娘 我们就住下吧 外面风好大 天气也好冷 娘 仪仗对我和安安真的很好 她是好人 您就听她的话住下来吧 要不然我们又得去住破屋 林岚与弟弟又该生病发伤 那该怎么办呢 萍萍 有好多事情你不懂 娘也舍不得让你们俩受苦 但是娘必须要带你们离开 我们走吧 佩山 你看 萍萍说得对啊 外面风好大 天气好冷 我知道外面风好大 天气好冷 我也知道我们母子这一出去 必须要面对险恶的环境 和不可预知的危难 可是为了不跟你有任何瓜葛 就算我们母子三人无处安身 冷死在街头 我们也不会接受你的 佩山 你 你这是何苦啊 孩子是无辜的 你这样做 对他们是一种残忍 不是残忍 而是一种磨炼 我要让孩子们知道 什么是大是大非 请你让开 不 佩山 请你让开 佩山 我对你是诚心诚意的 你 如果你真的关心我们 那就应该帮郑刚洗刷冤屈 让我们一家团圆 这是我们唯一需要帮助的地方 也是你我一帮得上的地方 是这个好看吗 是吗 老板 这对你有多少钱 小姐 小姐 你看你看 这叫什么鸟啊 小姐 这鸟叫交缝对吗 人家说 这鸟最通人性了 你看啊 毛茸茸的 还有只小嘴 真讨人喜欢 什么讨人喜欢 我看了心烦 怎么会呢 多可爱啊 把鸟踢出去吧 小姐 我叫你把它拿出去 听见没有 好 五马 怎么样 小婷不喜欢交缝吗 要不我去换两只白蚊鸟来 白蚊鸟它通人性 是 算了吧 易小姐现在的心情 就算你去换一对大鹏来也没用 温少爷 以后你就别费心了 是小姐她自己想不开 心情不能恢复 旁人做的再多也是白忙 五马 这钱你收下 我想 如果她需要什么 你好随时去买给她 温少爷 你这是何苦啊 别白费心机了 不 这不是白费心机 是无怨无悔的付出 懂吗 只要小婷能够恢复 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你 走吧 你给我滚 刘嫂 你给我滚 刘嫂 我不走 刘嫂 你 刘嫂 我求求你不要捏我走 我以后躺姨父会小心的 保证再也不会把夫人的姨父 给掏换 别说了 去去去 快回家去吧 像你这种笨手笨脚的下人 刘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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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李家根本待不下去的 刘嫂 刘嫂 我家有五个孩子要养活 你要是辞了我 我这一大大小怎么活呀 我也是看人家的脸色吃饭的 你的事我无能为力 去去去 快走吧 刘嫂 刘嫂 这位大婶 她已经说她家里有难处了 你就原谅她这一回吧 是啊 刘嫂 你 你是谁啊 我只是路过 我知道养孩子的辛苦 您就得让人处且饶人 高抬跪手 原谅她这一回吧 我说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我管理我们家的下人 要你来多管闲事啊 真是 吴之师 是什么 快走开 少在这儿捣乱 出什么事了 吵吵闹闹的 夫人 阿菊她又把您的衣服给烫坏了 我不留她 没想到这个女人 她在这儿百般地阻挠 夫人 我问你 你跟阿菊是什么关系啊 我跟她没有关系 只是路过贵府 看见她被赶了出来 还听说她有五个孩子要养 夫人 您就高抬跪手 留下她吧 是啊 夫人 夫人 求您让我留下来吧 我看你不像是这里的人 你们住哪儿啊 大娘 我们没有地方住 可能要去流浪 去当乞丐逃犯 萍萍 不要乱讲 夫人 我们家遇到了困难 所以我带着两个孩子相依为命 夫人 我知道养孩子的辛苦 所以请你留下她吧 那可不成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我今天放过阿菊 那我以后要怎么为人呢 阿菊 你犯下的错实在太多 我们不能留你 夫人 不过我会给你三块大洋 让你拿回去安家 往后啊 你自己要抓紧点时间 找上一份工啊 谢谢你 夫人 谢谢 刘嫂 你带阿菊到帐房那里去 织上三块大洋 给她拿走 是 夫人 走吧 谢谢夫人 萍萍 安安 我们走 等等 好 你跟我进来 坐吧 谢谢夫人 阿菊走了 我还要花工夫 找人来顶替她 干脆你留下来 干她的活吧 可 怎么 你不愿意 我不是不愿意 可是阿菊她 我已经把她给辞退了 你不是亲眼看到了吗 怎么 就因为她 你不愿意留下 我 我 我总觉得 我这事揪占雀巢 我故意不去啊 你又不欠她什么 还帮了她大忙呢 你根本没必要这样 再说了 在我们家里干活 有吃有助 我还会按月给你发工钱 这你还需要考虑吗 好 好 谢谢夫人给我机会 谢谢夫人 平平平祝您大富大贵 长命百岁 哎哟 瞧这孩子嘴巴可真甜呢 你叫平平是吗 是 我叫平平 那个是我弟弟叫安安 哎哟 平平安安 嗯 好 这名字起得真好 谢谢夫人夸奖 别谢了 待会儿我让刘妈 带你们到我们客房去 也带你到厨房 以及洗衣服的井边去瞧瞧 记住 天不亮就得起来干活 千万别给耽误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夫人 娘 哎 平平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帮您的哟 不用了 挑水的活你帮不了的 天这么冷回屋睡觉吧 娘 我一想到你一个人在这儿干活 我就睡不着 您就让平平帮忙吧 平平 你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翩翩命苦 初始当了娘的孩子 你呀 吃了这么多苦 受了这么多累 不 我最喜欢到您和爹的孩子了 我觉得一点都不苦 平平 好孩子 平平平 平平平 嗯 嗯 哇 哦 哇 妈 娘 萍萍 这么晚了 你来做什么 娘 你忙了一天了 您休息 我来帮您干活 你还这么小 你能干什么呀 我可以帮您洗碗啊 你那么小 怎么会洗啊 那我洗给你看看啊 娘 我这样洗行吗 萍萍真能干 娘 我以后天天帮您 刷完洗衣服 让您过舒服的日子好吗 娘 您怎么哭了 是不是萍萍不乖啊 不 萍萍好乖 也好孝顺 是娘没用 要让你在这里干活 不能读书 是娘对不起你和安安 萍萍 娘曾经发过誓 绝对不能让我的孩子 也跟我一样 一定要多念点书 将来才能出人头地 也才能嫁给好人家 从头有你伴着 我都要你伴着 这也是娘最大的心愿 娘 我只要天天和您在一起就好了 我读书没关系 娘 您别哭了 您要是再哭的话 平平也要哭了 别哭了 娘 您要哭了 您还是要想办法让你读书 你放心 娘一定会想办法的 小姐 小姐 我妈 什么事啊 小姐 顾约说有事要找我 要我回红家一趟 三轮车夫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小姐 麻烦你帮我喂一下鸟好吗 要我帮你喂鸟 对啊 就是那对胶凤啊 我一着急啊 就给忘了 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那你为了再走啊 小姐 可是 我 我快来不及了 小姐 麻烦你帮我喂一次吧 就一次 求你了 好吧 你快去吧 谢谢小姐 胶凤就放在客厅里 你一出门就看到了 我妈 怎么样 说过了 应该没问题 太好了 小姐终于出门了 好 是啊 七月七日成生殿 夜半无人私与食 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莲礼之 可是 龙中鸟 你们本该比翼双飞 怎么被囚在这狭小的龙里 但是 开了栅栏就得逃出去 可 如果失散了 各非天涯海久 倒不是就像我一样 孤独一生 你们就好好这样待着吧 这里的空间虽然很小很小 至少 你们还有彼此相伴 有着相依为命的温暖 不像我 被遗弃了 被封闭了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妈说你们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我为你们 翅膀 减量翅膀 弄死守在一起 这是你们的幸福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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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终于笑了 东西 真是太好了 温少爷 终于看到冰泱泱的小姐有了笑容 我就放心了 吴玛 谢谢你 有你在这儿这么细心地照顾 我想小婷她的心情应该会平静下来 也一定会恢复昔日精神的 温少爷 我才要谢谢你呢 要不是你教我这套方法 我这老妈子啊 也只能看着小姐流泪心急 什么事也做不成 不 我所做的根本不算什么 小婷她才经历过人世间 生离死别的最大的伤痛 我只希望能够尽己所能 让她走出心中的阴霾 只要能够让她恢复精神 无论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温少爷 真该让小姐听听你刚才那番话 皇少爷不在了 你对小姐这么真心 要是她能接受你 那该多好啊 不 虽然我想要照顾小婷 想得心都痛了 但是我没资格这么做 就算我为小婷做得再多 我也不会向她索取 情感的汇报 温少爷 你怎么这么说呢 没什么 我只是有感而发 一切随缘吧 不能强求啊 对了 五妈 这些钱你去拿给小婷买东西 看她需要什么 好随时顺道去买给她 不用了 温少爷 上次你给的那个银元哪 还没用完呢 没关系 你收下吧 五妈 这银票你就接着用 还有 学校那边 我已经替她请好了长假 你现在的责任 就是专心照顾好小婷 好 我先收着 谢谢您 五妈 我洋行里还有事 我先走一步了 再见 再见 温少爷对小姐这么好 心又那么细 又那么体贴 如果小姐能够跟温少爷在一起 那也是一段良缘哪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来 你看一下这段文字 然后念一遍 娘 您的手怎么了 是不是受伤了 娘的手没事 娘 你割伤了吗 您的手为什么流那么多血呀 这不是割伤 是天气冷 娘洗衣服洗多了 所以手都冻裂了 不碍事的 一定很疼吧 娘 我先帮您吹吹 然后拿药膏给您抹上 好了 您已经不疼了 来吧 娘 您的手受伤了 明天您就不要洗衣服了 让萍萍帮您洗吧 没关系的 洗衣服又不是什么粗活 您还干得来的 快点 勤奋点读吧 可是 萍萍 娘没有办法让您上学堂 只能从先生那儿拿这些书来读 所以您要勤奋地读 知道吗 可是娘 这些书我有得看不懂啊 你看不懂的 娘会教你 学无止境 等你念完这些书呀 娘会再拿一些书让你念 欲不拙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 人一旦不学呀 就会不懂得做人的道理 人一旦不懂得做人的道理 就会做出很多 为非作歹的事情来 所以 你一定要好好读 才能守住做人的根本 知道吗 娘 我知道 那 你要好好读哦 可不能马马虎虎 走马看花的敷衍 知道吗 知道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止于至善 彼此 地老是 在正过 crucial 助美 柘 这 冒 冒 得 家 呀 可 看你们这个样子 我好羡慕你们啊 如果能像你们那样 该多好啊 夜里冷 小心着凉了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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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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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拼 拼拼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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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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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冰冰 您没有事啊 娘 对不起 害您担心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有多危险 你万一出了什么事 娘怎么办 娘怎么办哪 谁让你这么不听话 谁让你急睡的 谁让你急睡的 谁让你过来的 谁让你不听话 娘 您的手还疼不得饿 娘 您的手还流不流血啊 你打扮约起了几手 只是为了帮娘洗衣服 我 我怕娘的手又流血了 看您的手破了 又流血 我好难过 师娘不说 师娘害了你 娘该死 娘真的该死 不 娘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你打我吧 你骂我吧 不 萍萍 娘怎么舍得打你 你和安安是娘 唯一的希望 大姨娘 不要再做危险的事情了 不要再来积水了好吗 妈 萍萍 大姨 feminism delayed 丝叭 丝系 妈 妈 我 妈 妈 妈 娘 萍萍 你怎么在这儿啊 娘 我会很小心的 你别慌张 娘 娘不会再打你了 对不起 娘 本来我是想来看看你 可是我看你一个人 要忙那么多事 你就想来帮忙 好了 乖 快进屋裴安安去吧 裴山 去吧 裴山 去吧 裴山 去裴安安 裴山哪 今天中午夫人 有个喜宴要参加 待会儿我出门 去取夫人新做的衣服 你自己做事要谨慎一点 比我一出门就出了乱子 知道吗 我知道 您放心吧 这肉煮得倒不错 好了 你抓紧时间 把夫人的早饭送过去 碗要端好了 做事要细腻一点 夫人啊 最讨厌 那些粗手毛脚的人了 知道吗 你放心吧 我会小心照顾夫人的 嗯 等等 李福大管家 刘嫂对吧 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您说对你这个老太婆 我还能干什么 你们 不要乱来 只要你乖乖地听话 我保证不会乱来 我 我听话 我听话 刘妈 刘妈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去拿了件衣服回来 就像掉了魂似的 我没事 夫人 我没事 算了 过去把我的首饰盒拿来 我没时间跟你磨蹭了 哎 刘妈 上次老爷给我买的那颗 我参加宴会常戴的 大钻石戒指 怎么不见了 不会啊 不可能 夫人好好找找看 我记得上次戴完之后 是有放回来的呀 夫人 莫非家里遭小偷了吗 小偷 是啊 不会啊 我房里都没有 被翻过的痕迹 再说了 如果真是小偷进来 那早就把整个首饰盒 都拿走了 夫人 我说的不是外面的小偷 是家贼呀 家贼 是啊 千房万房 家贼难房啊 那你的意思是 夫人 你想想看 在没有收留红佩山母子之前 咱们府上 是从来没有丢过 任何一样东西啊 难道是她 嗯 就这样拍一下 来 红佩山 来 夫人 刘嫂 说 你把钻石藏哪了 钻石 什么钻石啊 就是老爷送给夫人的钻石戒指啊 你可别说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钻石 我没有看到过 夫人 我就说了吧 她会装作一问三不知的样子 你看 果真如此吧 无论 红佩山 你可是我留下来的人 我不希望你让我失望 你老实说 我的钻石戒指 是不是被你拿走的 我 夫人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钻石 别说是钻石了 就连别人的一针一线 我都不会拿的 夫人 您不用跟她多说 我找找看就知道了 我娘不是想套她 不会拿别人东西的 你不要干了 我娘不是小偷 你不要搬了 六嫂 我真的没有拿什么戒指啊 你不要搬了 我真的没有拿啊 有了 夫人 暂时戒指果然在这儿 不 夫人 我真的没有拿呀 娘 娘 娘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小偷 刘妈 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们 你把这一夹子给我轰出去 是 夫人 夫人 娘 好了 你们走吧 不 六嫂 请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啊 什么钻石 什么戒指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这一辈子清清白白的 从来没有做过 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我娘不是小偷 她不会偷别人东西的 这是夫人下的指令 你们是非走不可的 不 我没有偷东西 我是被冤枉的 哎 你还不明白吗 不是你偷不偷的问题 而是李府容不下你这号人物 别让我为难自己走吧 六嫂 我敢对天发 是我问心无愧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是不是有人故意要陷害我 你别说那么多 这都是你的命 以后多保重吧 好 再见 娘 我们要去哪儿啊 娘也不知道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娘 可是无论如何 我们母子三个人还在一起 天无绝人之路 所以 我们要勇敢一点 要坚强一点 好吗 嗯 走 平平 平 平冷不冷 不 不冷 姑娘 我一点都不冷 好了 妈呀 不怕 不怕 平时不怕 那只是闪电而已 不怕啊 不怕 不怕 �狮 牛 应该是什么时候来看我们 它为什么还不来 我们要等 多久 才能见到爹啊 娘 嗯 废姑 我们很快就能见到爹了 这只是一场雨而已 不平足足 可以衝过去的 一定能 衝过去的 知道吗 好 嘞 我的 我的 好像 快进去 娘 这屋子里当初都是水 快 到床上去 来 来 坐在您身边啊 来 凄凉 保健片 鸡脖 欲穷年 黄叶 仍风雨 青龙 自管仙 新枝遭国随 旧好隔粮园 新段新风酒 小丑冬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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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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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躲在下面啊 来 娘 娘 你怎么了 娘 娘 你醒醒啊 娘 你怎么了 是我 是我 好 我这就给你取养水 娘 怎么都落光了 哎呀 怎么又落光了 娘要喝水 这可怎么办呢 那原来 我回家 来 来 伤悲 屁屁 娘 你好点了吗 好多了 谢谢你 娘 您生病了 发烧了 没关系 娘还撑得住 可是我全身没力气 没力气 娘 您忍着点儿 平平出去给您想办法去 求求你救救我娘吧 先生 求求你救救我娘 不管不管 我过来 你不白给我 我走走走走 先生 求求你了 我只是为之人 求求你救救我娘 不要 我要吃 你这孩子 真拿你没办法 来 来一个烧饼 走 拿 拿着 走吧 嗯 哼 娘会生病 肯定是饿坏了 只要让娘吃饱 她就会醒过来的 各位好心的大爷 大娘 各位好心的大爷大娘 请可怜可怜我 我娘恶魂过去了 请你们醒醒好 拿碗饭给我娘吃吧 各位好心的大爷大娘啊 可怜可怜我吧 上碗饭给我娘吃吧 可怜可怜我吧 小姑娘来 拿着啊 谢谢大娘 娘 我回来了 我一定要趁着的 快把包子带回去给娘吃 萍萍已经带包子来了 您等着 包子 让让让让让让 包子 我的包子 包子 我的包子 来 卖包子了 包子 您来 回家 来 好心的大爷大娘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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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给我一个包子 救救我娘吧 各位好心的大爷大娘 好心的大爷大娘 好心的大爷大娘 求你给我一个包子 救救我娘吧 您呢 您呢 好 来来来 刚出炉包子 好 我们走 您请啊 来 来啦 大叔 好 喝enas 好吧 来 阿维 for你 快去的four啊 快去羽儿ひ我 置起完了 包子 你就有力气喽 来 阿阿 你也吃 娘 你吃包子吧 你快吃啊 娘 你怎么不吃啊 娘 你不能死啊 你还有平平跟阿阿呢 娘 娘 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啊 娘 娘 平平官 你没有死 娘好累啊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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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心痛闷得慌 老睡不好 夫人 郑大夫来了 郑大夫 快 请到大厅 不 让他到花厅先候着 千万别让姑爷知道了 是 夫人 姑爷 您这招真是高啊 那还用说 姑爷 郑大夫 箱子 那个人 是不是郑大夫 是他呀 没错 他娘的 他刚让我读去半条人命 今天还跟自己送上门来了 糟了 怎么了 姑爷 他铁定是来跟娘告状的 那 那怎么办 郑大夫 不好 好 郑大夫 请 请请 这不是福管家吗 姑爷 要不要我去探厅 看看他们说些什么 不用 先看他们变什么把戏 日后 再想办法提防他们 是 姑爷 走 请坐 好 郑大夫 请您稍后 老夫人 郑大夫 请坐 请 郑大夫 我求了您好几回 您都不肯出面相助 您这趟来事 是 洪夫人 洪小姐的事真的很抱歉 我向我的妻子解释了好几回 下毒的人绝对不会是洪小姐 可她硬是不相信 不过您别着急 刚才我已经撤回了起诉 真的吗 那么说 佩山放出来了 老夫人 这就是我想不到的地方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刚才我去了警局 警局的人说 洪小姐已经被保释出狱了 我以为是您把她抱出来的 所以就找到这儿来 想当面向洪二小姐致歉的 这一切都是误会 这不可能啊 前一阵子我去看过佩山 警察态度非常凶 他们还说 她是不能被保释的 郑大夫 警方有没有说 是谁保二小姐出来的 没有 我一连问了几位警察大人 他们都不肯说 这就怪了 谁有这么大的能难 不但能保释佩山 连一警局的警察 都能镇得住啊 佩山现在下落顾名 他的家跟匠员都被查封了 他们一家子无家可归 岂不是要封餐露宿 这比坐牢更糟啊 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本来我打算救出洪先生 没想到 连他的面都没见到 竟然发生了这种事 我真的很担心哪 您说 您本来打算救出镇纲 没错 我可以证明洪先生是清白的 苗基的将没有问题 因为我检验过 反而是那个二娃子 我想 他是受人指使才诬陷苗基的 受人指使 那你知不知道 谁是那个指使他的人呢 是一个瘦瘦小小的男人 他的全名我记不清了 但是我听人都叫他什么 什么子的 翔子 对 是这个名字 没错 本来我记不清 您这么一提 我就想起来了 是翔子 没错 傅管家 你认识这个人吗 岂止认识 他是我们姑爷的 傅管家 郑大夫 你确定 翔子就是那个 陷害镇纲入狱的人吗 他阻止我去找二麻子 还威胁要对我不利 就算他不是凶手 肯定跟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我知道了 郑大夫 谢谢你为佩山做的一切 将来 朕刚被陷害的事 还要麻烦您 在法庭上做个证人呢 没问题 洪夫人 天理昭彰 为人做事 也总要凭良心 去做有意义的事 所以 到时我一定会义不容辞 姑爷 事情到了这个地方 告诉你 想会做事要小心 主因 你又给我闹出人命来 知道了 姑爷 去吧 洪夫人 那我就先告辞了 郑大夫 大恩不言谢 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等事情解决以后 我再重重谢您 不 不用了 洪夫人 您别忙 我做这些事情 都是凭自己的良心 您用不着谢我 郑大夫 果然是宅心忍厚 幸好佩山遇到的是您 要不然 那就很可怜了 请 好好好 请 郑大夫 我就不送了 有不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孙悟空欺世而变 他再刁钻 还不是被如来佛 押在五指山下 我就不信 我这个当家的治不了他 老夫 身体要紧 别动怒 我 我跟你发脾气 有什么用啊 可是严肖 我该怎么办呢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郑刚和佩山受苦啊 傅管家 马上去发疯电报 给我大哥 跟他说我有急事 请他马上来一趟 这 快去呀 是 我去 我先扶您回屋里 立刻就去 老夫人 傅管家 姑 姑 姑爷 出去办事啊 是 不 不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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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我看你一副 很紧张的模样 怎么会没事呢 老夫人让你上哪儿去 说 老 老夫人叫 叫我去办点事 很好 你果然是忠心耿耿啊 相信老夫人让你办的事 一定是很重要的事吧 其实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就是让我去买点东西 我们福大管家 什么时候变成个小跑腿的了 老夫人让你买什么 应该不会让你买些针线吧 这个 福管家 我三番四次提醒你 不要插手我跟苗记的事 我问你 郑大夫是不是你叫来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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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叫的 不是你 好 既然不是你叫来的 二小姐入狱的事 是你告诉老夫人的 对不对 不 不是我 不是我 好啊 还不承认是吧 既然你都不顾家人的死活了 我对你也就不用客气了吧 姑爷 不要伤害我的家人 怎么 舍不得他们了 来 起来 起来 也是 谁愿意让家人不幸呢 是吧 只要你把嘴避牢了 不要去发那电报 那我就饶他们不死 我愿 还不情愿 愿意 我愿意 还有 电报你不用去发了 以后你离开红家 走得越远越好 后面的事 如果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后果你自己负责 听清楚没有 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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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了 好 虽然听清楚了 可是这个事情 一定要放在心里才行 要不然 后果你自己知道 听明白了 明白 听明白 什么 你决定要走 我没听错吧 老夫人 算我求您了 我老了 该退休了 您就成全了我吧 老 老 在我面前 你敢说老 你是怎么了 是不是王凯成 他对你做什么了 老夫人 您就别问了 我给您跪下了 您就让我吐吧 你吃干什么 快起来 快起来 我们竹谱做了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能让我这么为难呢 你在我们洪家待了几十年 忠心耿耿 劳心劳力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亲 你说走就走 我实在太意外了 对不起 老夫人 我对不起您 我没用 好 好你个王凯成 到底有什么通天本事 能让你这样对我 根本就是欺负到我头上了 老夫人 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 姑爷已经控制了整个局面 您 您自己 您也要凡事小心哪 我不信 我就不信他犯了这么多罪 没有国法可以治他 我去告发他 我现在就去告发他 老夫人 老 老夫人 您要冷静 要冷静啊 现在姑爷已经占了上风 又有人替他卖命 背后又有靠山 他现在是牛魔王 掌握了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要想过火炎山 要保命 还得看他的脸色行事 老夫人 您做事再不小心谨慎 只怕 怕什么 怕我的命被他收了 他敢 了不起 我这场老命跟他拼了 老夫人 老夫人 不行啊 不行啊 就算您把命赔进去了 您有没有考虑到大小姐 还有二小姐那一大家子人呢 还有少爷嘉辉他怎么办 您不能冲动 小心使得万年船 您是治愈到的呀 老天爷 我到底做错了哪一步 事情怎么会演变到这个地步 难道是我们红家 气数已尽 不 不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还硬撑下去 我绝不会让他得逞 我绝不会让他得逞